你好 今天说说刘强东10月3号开庭 民事诉讼的事 陪审团已经选完了 陪审团的判决就是最后判决 但是如果陪审团 最后如果陪审团判定老刘要赔钱 给刘静谣 如果判定他赔的话 老刘其实还有一个可以继续上诉 比如说陪审团说了 你这个老刘赔静谣1000万美金 那么老刘可以继续上诉 最后上诉法院可能给他砍到500万 400万600万可能会砍 可能会砍 所以说但是陪审团说要赔钱这件事 如果说已经定了 那这个性质是翻不过来了 不能再翻了 翻不回来了 只能说最后谈价码的时候 你可以继续上诉给你砍点钱而已 那么最近是在社交媒体上 突然出现了刘强东和奶茶妹妹 张泽天 就奶茶 他们俩在miniapolis逛商场 Target的商场在这逛商场 很多人说偶遇刘强东 他们在这逛商场 这个偶遇事件是非常典型的 刘强东团队律师也好 他的身边的参谋团也好 给他的建议 做的一场家庭恩爱秀 这是影响舆论媒体的 有非常明显的特征 首先 这三张照片从不同的角度跟拍 你看看那商场有几个人 除了这两口子没有别人 这样不是那么热闹的一个商场 或者超市 你举这个大手机也好 你举这个小摄像头也好 你跟着人家两口子这个角度拍 那个角度拍 你信吗 你换正常人信吗 所以刘强东 这个干的非常的愚蠢 这活干的很愚蠢 这个聪明反被聪明误 你如果是稀稀张张 摩肩接踵的 这么多人走来走去的那种商场 你拍了也就拍了 你看不出来 你这个就这种商场 谁没逛过美国商场 美国那超市商场没人的时候 这一条通道 有一个人看着你 还看不出来吗 那就没什么人 那边拿手机拍我 你就能看见他吗 所以这个干事干的很愚蠢 另外一个呢 他这张照片呢 是从推特上一个几乎不活跃的一个小账号里面发出来 又被各类的四媒体转发 这就非常明显的痕迹了 所以这个手段呢 破绽百出 干的有很大的破绽 再有一个呢 给人的这种观感并不好 反正给我不好 因为我觉得呢 从这个照片当中 能看得出来两件事 一个呢 这个张泽天在努力 维护他的老公 他也本人出兴 挺着大肚子 怀孕了吗 第二一个呢 能看得出来刘其阳东的龌龊和无耻 老刘的龌龊和无耻 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暴露无疑 为什么 因为你这件事情你做的这个 所谓的舆论营销和社交媒体上的这种影响力的照片 你做这件事情 他的目的本来是为了向公众展示一个 我回归家庭 一个好男人 我爱我自己的妻子和未来即将出世的宝宝 是这么一个态度 其实在美国来说经常有这种操作 有这种操作 秀恩爱 这怎么聊了 但是其实我们挺好 我们啥事没有 中国明星也经常干 但是这件事情还有你未出世的孩子 你老婆挺个大肚子 你就好意思把你老婆敌了出来 挺着大肚子 是维护什么 维护你没管好裤裆的事儿 给你擦屁股的事儿 你对得心情意猴的孩子 你这是未来 如果说培训团最后判了 你拿这张照片以后 你怎么跟你孩子去解释 我带你妈妈怀孕大肚子的时候 其实这张照片是为了当时我那玩的一个小女生没给人钱 然后呢 在美国打官司 我得需要营销 我拍了这么几张照片 这就是非常龌龊 非常无耻的这么一个非常卑鄙的一种手段 起码他自己他自己没有意识到 说明他的这个道德底线就不高啊 这种东西你说你你怎么好意思 就带着你老婆去拍这种照片 然后放出来让大家看 哎呀我们爱如初 我们回归家庭 这简直是下三滥都侮辱了下三滥这三个字儿 这就是说他是下三滥都侮辱这个词儿 所以我觉得老刘这个营销做的非常的龌龊 非常的非常的这个这个这个 而且破债买出 没有什么好的影响 而且来说呢 他这个事件现在来说 在舆论场上的影响力 其实对老刘来说是不利的 因为他在中国呢 现在也不得鸭抽啊 在这个这个中共高层那圈里呢 现在他已经慢慢要退群了 也玩不下去了 就拿点钱 就就赶快平安退休就完了 那么在美国呢 他也没有什么影响力 也没什么影响力 这个案件 美国人关心的不多 但是这个案件当中 支持静谣的美国的同学也好 华裔留学生也好 华裔的ABC也好 有很多人啊 或者me too行动的这些人也好 讲英语 也讲英语的这些普通的网民民间的力量 要比老刘可调动的力量要大 老刘呢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 你比如说小红书啊 微博微信呢 这这他行啊 这这 反正是在网信办这个大框里装的东西啊 在这墙里头的东西 他他都玩得转 墙外的他没戏 他绝对没戏啊 墙外头真正的普遍民意来说 其实对静谣是有好处的啊 那么这张照片先说完啊 那么现在这个案件呢 有几个特征啊 有几个特征呢 第一个呢 咱先说这个对老刘啊 老刘有利和不利的啊 有利的呢 在技术上 他动用了一个天价律师团啊 这不用我多说 网上有的是这个消息啊 找了什么这个律师所 那个律师所 一的堆律师团啊 上全上啊 最高的钱出啊 这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 给我干 这是有利的 第二个有利的呢 就是老刘和刘强东这个团队呢 他们毕竟有多年经营管理企业 调动团队 调动各种资源的能力啊 组合完成一个大单 完成一个大case 这是他们的强项 所以这个案件啊 这个这个审判 面对这个审判 他们比较熟练去操作 你负责哪块 他负责哪块 他一定会把这个 他们不利的东西 围的铜墙铁壁啊 滴水不漏 所以这个是他的强项啊 他毕竟有这个企业管理的经验啊 这个从技术上 他能够做到 可能会有点完美无缺 你可以说完美无缺吧 除非就是 但是他证据上也有硬伤啊 那么不利的 就是这个背景 事件的背景 对老刘很不利 因为 本身他是个富翁 又是在吃饭喝酒 吃完饭喝完酒 坐着他的豪华汽车 去了这个女孩子的公寓 这个东西非常符合一个性侵案的完美特征啊 就男是男人强势强权 有钱有势啊 坐着我的车 周围是我的人啊 前护后佣的 我得我得啊 这些这小女生是是 不能说是我的玩物吧 反正就符合这种性侵案的特征啊 这是对他的不利啊 还有呢 对老刘的不利呢 其实呢 是他这个案子里面 他不好放开手脚 因为他这里面有说不清的事情 因为他在这个酒局这个饭桌上面 有一些红二代和中共高层的领导人物的身边家属 所以他会畏首畏尾啊 他会有一些不能触碰的禁区 但是呢 他们在这个之前的这个 这个公开制政的就是 这个律师之间的这种交流当中 也提到了他们的京东的这边的诉求 就是不能提到中国的政治环境啊 这些问题 因为呢 在饭桌和酒局上面呢 这个静瑶呢 也听到了一些关于什么情妇啦 什么好像有一些政治 这些画边新闻式的这种消息啊 所以他们要求这个原告方 你不许提这个跟这个中国政治环境啊 或者说政商的这些有关系的政商环境的事不许提啊 你就说这案子 还有一个呢 老刘的诉求呢 就是他要求不许直播 但是呢 现在法庭呢 可以允许文字直播 因为呢 这个有的法庭呢 是可以视频直播的啊 你看那个德普跟他老婆那离婚案 前一段时间 那就是视频 就很多视频就出来 他老婆在那又哭又又又又又怎么着的啊 播同情之类的也都有啊 所以呢 视频直播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力啊 你如果这样一个二十多岁的一个上女大学生 一个女孩子啊 柔弱的女孩子在法庭上掉着眼泪 描述着自己不幸的遭遇 那么对这个舆论啊 对这个其他的普通人啊 对这些观众来说 是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一个舆论的一个一个影响点啊 所以他们要求不行 不许视频直播啊可以 但是现在法庭要求是文字直播啊 就是呃 原告说什么了 证人说什么了 律师说什么了 怎么提问的 怎么回答的 法官是什么了 哎这样 所以呢 这个是这个对老刘啊 这边 那么说说这静谣这头呢 静谣这边呢 对他有利的就是 对他不利的 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利 就是呃 老刘这边啊 这个辩方律师提出的 就是他前后证词的不一样啊 比较震撼的就是几个画面 一个是他静谣第一次见这个警察的时候 说我们是自愿的啊 性行为我们没有强奸 而是自愿的 第二一个呢 就是电梯里的各种视频录像啊 他进入公寓 还牵着老刘的手啊 然后给他指方向 然后电梯很清醒去几楼 这几个是他的硬伤 再有一个就是他 他证据前后有改变啊 有改变这个东西是就就比较微妙了 呃 还有呢 就是说在美国的法律体系当中呢 如果老刘当时的刑事案件啊 检察官撤销起诉了 其实呢 对民事来说也是有附带的影响的 就是他的案 他的证据不足 这个东西会影响民事证据的这个 这个举证的啊 呃 还有呢 对他有利的 对静瑶有利的呢 就是这事件的背景啊 他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受害者啊 他是一个女大学生啊 之前也没过不良记录 也没有犯罪记录啊 也是作为一个志愿者啊 大学的呃 这个志愿项目 我来参与了啊 我来作为一个作作作作为这个项目的这个志愿者啊 我是义务服务的 但是我受到伤害 他算是属于一个完美受害者的这么一个状态 但是他他他后面的一个证言 其实对他确实是有有比较大的影响 但是刘静瑶这边找的律师呢 也不差啊 也不差 也并不是说是这真的是什么什么水平没有的 也不是这样的啊 也不也不差 所以呢 但是这老刘这头呢 他还找了一个特别蹊跷 他找了一个证人当中呢 调调找出来这个刘静瑶的父母啊 要要做证啊 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证啊 这里面可能他们憋了一些大招啊 也许是一些坏招啊 因为美国的律师呢 他们也有很多在法律细节文字上 甚至一个单词上面去抠啊 去反复让你确认 你就回答yes or no 你那天到底喝没喝水 你说喝了 但是我其实我我喝水是为什么 你不用说你其实喝水 为什么 我就问你喝没喝水 你说喝了啊 ok 那就喝了 所以美国律师经常是这么干啊 刘静瑶的父母找出来做这个 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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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人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老刘在 刘静瑶的国内父母 或者家人朋友身边做了什么工作 这个有可能他们会做 因为你在中国的事 他们什么都能干啊 他们什么都都敢干啊 所以呢 有可能有这种这种因素啊 那么最后说这个呃 陪审团啊 这个陪审团是非常重要的 陪审团呢 现在已经选完了1212个人的陪审团 这件事情的决定权就在陪审团身上啊 那么决定权在陪审团身上的话呢 你要看到明尼苏达州 明尼亚波利斯这个地方的民风和政治光谱 你就知道啊 陪审团首先呢 它是由法官和辩方和原告方 大家一起选的啊 选那么12个人 而且它的规则是跟刑事不一样 刑事案件12个陪审团只要有一个说no 你这事就不成 你比如说判死刑 有12个人里头有一个说no 不能给他死刑 那那11个人都觉得要死刑 那算了 那就不执行死刑了 但是民事不一样 民事是大家投票 只要是我 我比如说12个人啊 比如说我是这个这个 这个什么 就是大多数 多数 这个这个成立的话 你就会成立啊 就比如说我这边有7个 你那边有5个啊 7比5 最后投票7比5啊 但是6比6好像是不是最后是由什么来决定啊 我这个我还没 我想不起来了 是不是有法官啊 不知道啊 6比6的情况 他因为他是每一个每一个诉讼都要求陪审团去投去投票啊 去决定 比如说他诉讼这个 他他他他他他分了六七条诉讼啊 他这个对我不是学法律的啊 他需要法律专家来说啊 我只是一个 我说如果我是陪审团的话 我会怎么投票啊 我看到这些证据的话 我会怎么怎么投票的啊 那么我最后再说那件事啊 我先说他这陪审团 而这陪审团你想呢 明尼亚波利斯 他这个地方去2020年出过一个大事啊 一个大事呢 就是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惊动全美 甚至全世界都掀起这个BLM啊 黑命贵运动啊 全世界的都都都有都有影响 这个BLM的起源就是明尼亚波利斯 这个地方是民主党长期主导 占大多数民意的这么一个政治光谱的州 明尼亚波利斯就是 弗洛伊德那就是一个黑人啊 然后那个警官叫Shelwin啊 那白人警官压在他脖子上 最后窒息而死 到到到到到到到 这个警察局就死了啊 那件事情闹得全美沸沸扬 最后当地还是市政厅赔了1.3亿美元啊 是拿是是财政来赔的 赔了1.3个亿 所以你要知道那个地方政治正确有多么流行 所以你这个案件落在那个州 不一定是好事啊 对老刘来说不一定是好事啊 你如果说东西海岸 什么经济发达州 这种事多了啊 那陪审团呢 因为陪审团是什么 就是普通人 他可能就是一个超市的售货员 这12个人里面可能有超市售货员呢 有幼儿园老师啊 有医院的护士啊 有卡车司机啊 有这个农民呢 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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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游啊 对吧 就干什么的都有啊 他的教育背景 种族肤色都不同 所以呢 他这里面的是有一定的普遍性的 而且这些人平时的生活圈子 生活经历 就影响他对事件的善恶的判决 陪审团的这个目的作用出现 就是判决这个事情是对还是错 而且像民事的陪审团 他没那么大压力 而且判这种案子 我就觉得这有钱人得出点钱 那你就给他出点钱就行了 我可能就从这角度觉得 那这女孩子你看 这这这这跟那个被他强击案了也好 或者是他们的自愿也好 那这现在这女孩子弄得神神叨叨的 还精神受创伤了 心里有创伤了 又转协了 这学校上不了了 跑到别的州去了 受到伤害了 我就觉得你有这么多 你有100多亿的身价 你怎么不能拿100万美金赔给人家 我就同意赔 对不对 在那个州陪审团就没那么大心理压力 他不会有那么大的精神负担 所以陪审团我觉得会手比较松 就是同情弱者的心态会多一些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州的话呢 陪审团最后很有可能支持原告的诉讼 现在说呢是5万美元 这个5万美元呢 只是他的一个诉讼门槛 他还有很多呢 需要精神赔偿的 其他的这个伤害赔偿的 那些东西不在这里头 那些东西可以几百万 甚至上千万 我之前有视频 我说最后呢 可能会千万赔偿 我现在还坚持这个观点 我觉得也有 还有可能会是千万赔偿 因为他现在还带着这个 他静谣这团队呢 告的是两个主体 一个是刘强东 一个是京东公司 因为这件事情 京东公司有连带责任 他是京东公司的 是一场商务活动 你公司没有尽到 保护当事人的责任 这个在美国法律是有先例的 所以他把京东振进来 也是要追求天价赔偿的 所以现在的两个 原告和被告 各自的目的不同 原告静谣这边 要求一个说法 一个最后的定夺 对这件事件的定性 同时需要一个财产的赔偿 就是给我一笔赔偿费 这是静谣这方面的诉求 那么老刘这边 非常显然 从根上就把这件事给我翻过来 我这就不是姓金 不是降奸 我这就是名人和大富翁的 外遇出轨的偶发事件 这现在就是老刘 从社交媒体上 从各种痕迹来看 他就奔着下手 他不能把这定为性侵 他不能把这定为枪奸 所以这就是他要干的事 双方的目的都非常明确 那么如果我是赔偿团 我会投票支持 让原告的诉讼 要求被告赔偿 因为你有这么多钱 你把人小女孩玩了 然后你又不给钱 对吧 都四年过去了 你缺这点钱吗 你用着你花这么多钱 去去去 把这小女孩 赚得成这个样子 你缺这点钱吗 反正我要是我 反正觉得 我是赔偿 把我选上当赔偿女员 的话我会这么 这么这么投票的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话 我的心里也没什么责任 和没有什么精神负担和压力 我并不是坑了你老刘 我并不是坑了你这被告 我是从一个人情常理来说的 而且我觉得 从咱抛去这个法律的原则 你就拿一个中国最普通的道理来说 你在道上混这么多年了 一个半代老头子了 你玩了个小女孩 你给人点钱 一分钱还没掏到 现在城里还打来打去 老刘其实就是咽不下那口气 就是当时报警了 他这件事情曝光了 京东的股票 咚咚咚往下降 然后弄得他身败名裂 所以老刘是咽不下这口气 就要把小姑娘这件事 要把他牢牢的嫩死 所以我觉得 老刘是有这口气 斗这口气 这口气还真可能他斗不过 因为他的最大的硬伤也就是他这个团队的极度完美 极度的铜枪铁壁 反而可能会是他的硬伤 使得陪审团柔软的民间的这种民情和人心会被影响 他打造的他的团队越完美 越咄咄逼人 反而其实对陪审团是一个感官上不好的东西 我觉得 那么最后呢 有一个信号 大家可以看这个案情的发展 有一个信号就是什么呢 京东股票的变动 从10月3号下周一 你看京东股票 如果某一天 一周之内某一天 咚咚咚咚咚咚 有变化了 那可能这案子马上差不多要判了 差不多 因为华尔街这帮人 他们的消息多急了 他们的眼线多了 他们能拿到最快的一手资料 所以那些京东的股票的波动会有原因 当然现在老刘现在已经跟京东玻璃差不多了 当然有各方面原因 政治原因当然是主要的 然后他这个屁股不干净 也是赶快跟京东撇清的原因之一 因为你这个事 当年出现这个事的时候 京东股票就掉了多少钱 所以这老刘还是裤裆没管好 而且你这个我就最觉得 为什么我其实我都不想说这件事了 因为我以前说过这刘强东天价赔偿这事 我觉得没啥可说的 但是我一看他那个社交媒体上 把他老婆蹬出来 挺着大肚子 然后三个角度不同的照片 还打造家庭完美 回归家庭的什么 真爱的 我觉得非常的龌龊 这种营销行为非常龌龊 你对得起你未来的孩子 你肚子里的孩子 我看那个奶茶的肚子 我大概率是个女孩 大概率还是个女孩的 第一胎是女孩 第二胎应该还是女孩 看那肚子那个形态 他这个营销 你自己裤裆没管好 你屁股没擦干净 你还把未来未出世孩子照片拿出来 这东西真的非常不迟 这种人 好吧 今天聊到这